你知道血魂修罗凯有多离谱吗 极致的暴击超高的伤害 不讲道理的弹度 以及夸张到没有人情味的回血 共同组成了本赛季凯最狗的玩法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吕布 在游戏的中后期你的强势期 你自信满满决定和凯单挑一次 1200的护甲给了你勇气 一刀2000的增伤 这是你战胜凯的希望 而且有先手优势 你满血打的半血 此时此刻你飘飘然 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输 可是啊 你万万没想到 对面凯 这血回的你看都看不懂 好 这些都算了 关键是你1200的护甲 他两刀把你给秒了 1200的护甲两刀啊 你想不通 你不理解 这凯 是个什么鬼东西啊 理论上来说 伤害和坦度很难共存 因为装备的格子是有限的 你经济再高也没用 一共就6件 所以啊 他要么伤害就没有那么高 要么就没得那么肉 毕竟玩游戏 你总归是要讲道理的嘛 但是今天 时代变了 利用苍穹的免伤 自身的格挡 以及血魂刃的吸血 和生命值回复 我们创造了一个怪物 这种玩法 如果不教朱老师的良心 奥通 所以教学开始 第一步 先备掉好这一套装备 以及名文 专业教学 仅供参考 第二步 把孙病给他绊掉 第三步 准备完毕 进入游戏 这年头 用凯打上单的非常少 这并不是凯这个英雄不强势 毕竟你像肉凯都强了一个赛季了 这主要是因为边路凯要支援没支援 要赖线 也没有赖线能力 定位非常的模糊 虽然单挑并不弱 但前期确实是不行 所以如果你对线不够自信 那么可以学习一下职业神手小叶 打野暴击凯比边路更具优势 虽然说打野凯相较于边商凯来说 少了一个稳定的位移 很容易让你有伤害就打不出来 但是把握好入场时机 灵活运用强化武功 切个后排还是so easy的 像这一波小叶穿墙一刀 利用敌方前排作为跳板 再去突击敌方的后排 这招你学废了吗 那么回到现场 看得出来敌方吕布很虚 玩个对抗路你带个辅助 要脸吗 小伙子今天朱老师必须给你上一个 回旋之刃接普攻拉走位交散 一打三一血拿下 对面有人帮又能怎么样 问题不大优势在我 虽然和吕布双方各死了一次 但朱老师比吕布多次了一个头 所以这一波四级线咱们可以卡他一下 哦哦小伙子不服气了 居然主动回头那么他没了 普攻接回旋之刃再一次完成击杀 说实话对面吕布是真的虚 人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摇 没完没了 这朱老师能忍吗 可以忍 但是他虚就算了 他还没骨气先做肉 而一个吕布对先给凯先做肉 这说出去休不休啊 这朱老师能忍吗 可以忍 但是没有必要啊 大招一开放他走位 他想跟我拉扯 但是我有急刃风暴 再来回旋之刃结束 他交闪 可惜为时已晚 这一波是向死而生 哥哥哥不抓了不抓了 我再也不抓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 因为暴击凯他毕竟是个后期玩法 像这一把RW侠也是逆风 小叶的凯过得还不如朱老师的凯 野区都没了 龙也被AG给抢了 看得出来他过得并不滋润 但是 诶 一刀半血 你觉得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前期所有的逆哼 所有的憋屈 都在这一刀下面烟消云散 这就是暴击凯 所以让咱们也学位的发育一下 模拟再看 半血爱玲一刀秒 再回过来看旅步 当面拆他防御塔 他能守吗 守不住 他这里还不走 还想着清湾一波线 死得等于没死 可是朱老师会给他机会吗 不可能 而且 因为咱们是边路还有个闪 后期切后排好切的鸭皮 虽然说绝大部分时候不用闪 仅依靠着二技能的位移也可以追得上 但是 特殊时刻 像这里 朱老师这一刀不A出去的话 飞就跑了 所以朱老师果断交闪 这就是王好凯所必须要的自信 王凯如果不够自信的话 看到对面坦克装装 你敢上吗 你不敢 但朱老师有自信 他敢上 因为朱老师有深刻的认知 像这种脆皮啊 只值一刀 那么随着后期发力 这一把终究还是大局已定 今天 又是一个欢乐者玩法 小伙伴们 你们 学废了吗